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有找到昭和十二年的国语户口簿 这是很特别的 这是在当时日本皇民化运动的一个轨迹 在那一张国语户口簿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我们的印件证明 有昭和十二年的印件证明书 还有我们的相关的户籍户册册 跟这一些早期的早期我们户籍人员的文件资料 展出的内容可以说非常的丰富 那另外还有设置档案应用互动游戏区 针对我们北斗四乡镇 北斗区四乡镇的一个日本的地名 跟现在的地名 有做一个拼土的游戏 还有一日户籍远的体验活动 跟亲属称谓土的一个游戏 可以让小朋友 国中小的学生 都可以一起来了解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 我们让户政还有我们北斗在地的这些历史文化 能够做结合 那也能够向下扎根 那也希望让我们北斗的这么一个 有一个历史古镇的地方 能够让更多的民众都能够了解 那欢迎我们所有的民众 在我们展出期间 在北斗保奖事务所 十一月十一号到十一月十七号 在我们北斗户政事务所 北斗十一月十八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欢迎大家能够立临参观 谢谢 这些校长一定要跳舞 一千一千一千的激情 还有运动场馆 比较前 这些 是保抖 那个保抖就是现在的北斗 哦 北斗以前 是交通失业 台县的交通失业 我们今天的南海单位 北斗护政事务所 所有 呃 员工的辛苦 也感谢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